入冬后首颇寒流报道 新竹市政府为关怀外籍渔工长期在渔船上生活 海上生活条件有限 在新竹渔港管理所办理 外籍渔工寒冬送暖 提供热水澡、理发服务及预寒衣物 让外籍渔工倍感温馨 市长林志坚表示 台湾目前雇用的外籍渔工约有一万一千人 填补基层渔业的劳动力缺口 对渔业发展功不可没 新竹市政府考量寒冬低温 海上生活资源有限 104年起举办寒冬送暖 提供热水、理发及预寒服务 让外籍渔工的冬天也能很温暖 今年在新竹渔港管理所举办寒冬送暖 邀请在新竹渔港靠岸的外籍渔工 前来体验、分享幸福城市的温暖和祝福 新竹市政府劳工处长黄景元表示 外籍渔工几乎全年都在海上生活 渔船的生活简陋空间狭小 洗澡无法提供热水 夏季洗冷水澡勉强可以适应 但冬季低温、寒冷、海风冷冽 冷水澡相当令人难受 因此市府每年规划寒冬送暖 提供沐浴间和预寒衣物 也请东亚美容发型学院新住民集训团队 提供免费理发及整理衣容服务 并邀请新竹区渔会总干事童景杰 以及基督教北门圣教会牧师助理于林亭等人 与外籍渔工热情互动分享故事